大家好,我是老猫 疫情过去了,很多海外的华人都纷纷回国,谈亲访友 但是有不少人的护照在疫情期间就已经过期了 另外,有的朋友的护照也即将过期 于是呢,先更新一下加拿大的护照 然后再去申请中国的十年多死亡反签证 就成为了回国的第一件事 这一期节目是要提醒大家在更新护照的时候的两件小事 更新护照的时候不要用错了表格 提交护照的时候不要走错了地方 如果您手里有加拿大的护照 现在只是要更新一下过期的护照的话 那么一定不要用错了表格 如果您的个人信息没有变化 又符合相关的条件 申请护照更新就可以使用一个只有两页的表格 而且也不需要找Garant 如果您是用这个简单的申请表来申请更新护照的话 那么您只需要准备以下几样东西 填写一份,只有两页的表格 并在每页上都签字 需要两张护照的照片 需要找两个认识两年以上的朋友 需要他们的姓名、地址、电话和邮件的地址 准备申请费 10年的护照申请费是160加元 这个是普通的申请的申请费用160加元 但是如果您要加急的话 那费用就会更高了 你看在这个需要的这几样东西里 没有任何需要证明您身份的文件 甚至连驾照都不需要 这就是它辩解的地方 这是加拿大政府在2022年3月31日 推出的一种更便捷的护照更新方法 目的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加快发放护照的速度 因此如果您符合条件 就不要去用那个复杂的护照申请表格 通常您在邮局可以拿到的 那个免费的护照申请表格 都是通用表格 是第一次申请护照用的 那是系统中还没有您的信息的情况下申请用的 因此需要提交很多的证明文件 如果您是在更新护照 仍然用那个通用的表格的话 那您仍然需要重新提交所有的证明材料 是不是就在给自己找麻烦呢 谁符合这个使用简单的护照更新表的条件 首先您必须是原来拥有的就是成人的护照 儿童的护照是不能直接更新的 另外您手中持有的护照必须是在过去的15年之内签发的 护照的有效期是5年或者是10年的护照 举个例子 如果您在2005年申请过一本5年有效期的护照 那么那一本护照在2010年就过期了 在那之后呢您没有出国也没有更新过护照 那么您的那本2005年签发的护照就是18年之前发放的 因此就已经超过了15年的期限 这个时候如果今年2023年您需要重新申请护照的话 必须要用那个通用的申请表格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您申请护照就跟您第一次申请护照是完全一样的 需要用通用的申请表格而且还要重新提交所有的证明文件 另外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您的姓名生日等个人信息都没有变化 才能符合这个条件 比如有的人从男性变为女性了 那么就是个人信息有变化了 就不能使用简便的更新表格 到哪里找这个简化的护照更新表格呢 我已经把这个表格的下载链接放到了视频下方的文字说明里 您可以直接去那里点击下载 当然您也可以到Service Canada的网站上去搜索一下 Service Canada的网站上有很多有用的信息 如果您仍然不确定您是否可以使用这个简单的护照更新表格 您也可以到它的网站上 根据提示回答几个问题 之后这个系统就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出您需要使用的正确的表格 下面我们来讲提交这个护照申请要去什么地方 为什么说不要走错了地方呢 接受这个护照更新申请的地方是有很多的 在Service Canada的网站上输入您的邮编 它就会给出一个搜索的结果 这里头呢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office 但是仔细看它是有不同的 你看有很多呢写的就是Service Canada 再往下看你会发现有的地方写的是Passport Office 这两个地方的不同是什么呢 对于Passport Office它是专门处理护照的 这个地方呢它可以有这个权限 把你手里的旧的护照作废 它当时呢就会在你旧的护照上打个孔 这样呢你这本旧的护照就作废了 不能使用了 但是你可以留在手里 因此呢如果您在递交这个护照更新的时候 直接送到这样的地方 就是Passport Office 这个时候呢您手里的旧护照呢是可以保留的 现在我们再说如果你是到那个Service Canada的Center 去申请的话 因为这些地方呢它是不仅有护照的服务 还有其他的服务 事实上是一个代理 他把你的护照接收以后 他自己是不能处理的 他收到了你的护照之后 仍然是要通过邮寄的方式 把你的申请寄到Passport Office 寄到那里去处理 因此呢这个Service Canada的地方呢 它是没有这个权限把你的旧的护照打孔作费的 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把你的护照的申请交到Service Canada 这个地方呢那你就要注意了 你的旧的护照你是不能留着的 必须随着这个申请一起递交上去的 希望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如果您要申请护照的更新 一定记住这两个小的细节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认为这个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转发给朋友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记录普通海外华人的生活 也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对海外华人有用的 以及热点的信息 希望您能在我的频道里找到您感兴趣的话题 加拿大老猫的花样年华